12号的花岗国中智慧农业教育成果发表会 现场邀请的厨师将温室大棚采收的蔬果 直接送到餐桌制作成美食 以实际行动支持智慧农业 烹饪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而校长表示未来将把农民的经验数据化 鼓励同学们探讨研究 共同协助花莲的农业发展 透过温度湿度的调控 还有远端监测系统的协助 花岗国中师生们做到了人在家中做蔬菜土中长 不仅生长期缩短到20多天 就连前阵子花莲暴雨都完全不影响蔬菜的生长 这是花岗国中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所种植的蔬菜 成果发表当天还邀请厨师将蔬菜料理成健康美食 我们爱事可非用 也是用了花岗国中他们的智慧农业 他们所去出来的成果的馅菜 然后也融合了我们自己地方的特色农产品米 我们花莲线什么最多米最多嘛 用米去做浓汤 这是我们精心研发出来的米浓汤 做成馅菜 萌萨鱼浓汤 有机蔬菜比较不好去照顾啦 然后就是说需要投入的心血又更多 那一般一般对于那种有机生菜的印象都是水耕的比较多 那我们这个是用土耕的 那当然土耕的出来不管是在口感或是风味上面都会比较浓郁 然后比较扎实 我们是藉由网络大数据来做整个温蓬栽种的一个控制 我想这个在整个未来农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未来的必要的一个趋势 这个原则上我们在校园里面可能就是提供学生做血素探讨的部分 把我们农民栽种的经验把它变成一个数据化 让未来都可以提供给研究单位或者是农民做一个参考的经验值 所以我们在整个流程当中学生也可以体验到整个种植的一个技巧 以及该注意的事项 这些种植成果未来都会提供给不管是校内的教职员或者学生做食用的部分 校长李恩明表示 学校的温室大棚逐渐导入智慧科技 从过去控制温度与湿度等生长条件到自动储虫系统 接下来还将结合AI人工智慧 以影像辨识系统协助监控蔬菜成长与采收 将由校内的科学研究社学生负责管养 未来也将把农民的经验数据化 鼓励学生探讨研究 展现智慧农业的多样发展 记得讲帮演华联师报导